大陸的 激怒你的世界 之前我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那后来有姻缘忌讳 就承接了老人家这块地 当初这块土地就是种槟榔 我们接手之后 希望这块土地能够发挥更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的就决定 砍除了这片槟榔园 当初这片槟榔园 一年大概有100多万的收入 其实我们是很需要这笔收入的 所以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是栽种爱玉子 然后从事爱玉子的生态教学 但是呢后来碰到了八八风灾 整个园区就淹水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那些植栽就全部枯死了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过程是非常惨痛的 因为投资了很大的成本 然后全部就一无所有 所以当时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八八风灾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陆陆续续一直在种植这些大树 每一棵的大树呢都是30公分的小树苗重大的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有30多年 没有喷洒过任何的药物 所以这块土地的生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有青蛙啦 有萤火虫啦 晚上的时候也有猫头鹰 许多的野鸟到冬天的时候 都会来这边竹草 我们几乎每一棵树上面都有鸟窝 设计整个建筑物当中 其实我们是朝向绿建筑的方向在规划的 那当初这两栋建筑物我们都是亲自手绘画图 我的先生一来很用心 他特地去考上水电证照跟木工证照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譬如我们是建筑素人 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 去了解所有的工法 去了解所有的建材的直性 然后要如何搭配 所以我们把这些都运用在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过程当中 同时我们在找公班也很用心 通常在找公班的时候都是用比价的方式来找寻这个公班 可是我们特地去每一个公班 我们都去家庭访问 我访问了200多组的公班 在从这200多组的公班当中 挑选出适合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会去做家庭访问 因为我们想要了解这个领班的负责人 他是不是好沟通 然后是不是很认真 是不是有领导的能力负责任 这个生态池是完全应用生态工法去酝酿出来的 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觉得说 我们希望生物多样化 所以有一个生态池 它就会凝聚了很多丰富的生态 那我们这块地其实是沙石地 是沙石地 是没得到地水的 那当初这个让我们很头痛 因为许多人跟我们建议就是要很空的 就是要绑铁啊 用那个RC这样子来完成 但是我们一直思考说 它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自然工法 它没有办法透气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 就是很坚定的运用了自然工法 就是用大概50公分的黏土层 大石头小石头细砂 然后把这个底层铺起来 然后呢慢慢就是还有这些水草 栽种了非常多的水草来做天然的过滤 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很棒的生态池 我们整个室内的水电 都是由一来亲手完成的 然后当初它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只学了三个月 这是它的处女作 我更赞叹它的是 它当时完全没有建设 没有设计图 没有设计图 没有水电设计图 它的水电设计图完全在它的头脑 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规划到 比如说采光通风 还有节能减碳 还有当然我们也希望融入 很多艺术的东西在里面 因此我们就去选购了 采购了很多 开那个日式老房子的 Hinogi的旧木料 然后当时呢 一来很用心 它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抛模 自己抛模 然后自己上户木漆 然后自己设计规划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给我们了很多好的点子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很希望 每一个来到这块土地的朋友 身心都能够获得雨露般的滋养 就是不管是你来住宿度假 或者是因为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 身心灵的课程 那非常多的企业 还有学校团体 譬如说企业有教育训练的课程 那学校的老师有教师严习营 我们曾经帮医介 还有社工 社区服务的一些团体 常常在办理这些身心疏压的课程 牧与中林的这块场地呢 它的私密性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整个园区栽种了三十多年的树木 有高中低的绿林 所以它的隐私性非常的好 因此呢我们常常帮企业界的老板 接待贵宾 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 行政首长 都常常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好好的放松 好好的休息 所以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 现在的社会 其实大家承受的压力跟纷扰是很多的 我们觉得能够让身心沉静下来 就能够产生智慧 我跟一来很由衷地邀请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这块土地 跟我们的民宿 跟所有的朋友结善园 能够相见就是一种缘分 所以邀请大家 能够来到牧与中林 我们可以成为交心的好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